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诊疗室 我们今天来聊聊陈伯 很多人会认为陈伯 他到底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关联 其实在这个陈伯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知道他背后的因素 例如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是会叫醒你的 那就表示他的硬度是足的 那硬度足的后面因素 第一个你身体是健康的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男性激素 其实是充足的 第三个是你的身体 在各方面的荷尔蒙的机制 是非常平衡的 那你的这个人整体的状况是好的 所以呢当你的陈伯越好 表示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是好的 那至于陈伯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后面跟伴侣的进行呢 其实这个能够进行跟你的身体状况呢 其实他还是会有分野的 因为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 他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如果是自己的陈伯呢 就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就行了 那还有呢一个部分我要提及的就是 陈伯呢他其实呢是男性早衰的一个指标 如果你今天的陈伯不好 那就表示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是衰退的 那在这个男性激素其实也是衰退的 那这些状况都会间接地影响到 你自己的精神状况 还有呢有些人说他 其实早上是没有陈伯的 但是晚上是有夜伯 非常好 因为呢陈伯其实不是指在早晨的时候 他其实是90分钟一次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睡眠 他是有分成所谓的快速动员期 跟非快速动员期 那快速动员期呢 他会负责陈伯 就是伯起翻身 做梦想尿尿 所以呢 你看这个四个指标 我们在睡眠的期间呢 其实都会发生 例如说我可能刚好做了一个梦 而且呢 我那中途我有想尿尿的感觉 但是我不小心又睡着了 可能隔天早上你才会起来 真的是去洗手间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这样子的发生 它也叫做陈伯 那我们一般是说 早上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发现 夜伯其实就是等于陈伯 那你很多人也会问我 他尿尿完之后就消退了 所以我的陈伯 是因为我胀尿的关系 其实不是 你看老人他胀尿 他也不会陈伯啊 所以呢 就是你整个身体状况呢 其实是要依赖这个机能 包括我们陈伯的自我检测 我们才能够说 你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 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